而且相当的危险 一群人有老有少 竟然全部躺在铁轨上 一旁有火车呼啸而过 他们也没在怕 这危险又诡异的画面 出现在印尼雅加达西部的一处车站 这一群握轨民众并非要寻短 而是在治病 他们趁着列车车次进站间的空档 张开双手把双脚挂在铁轨上 过程中必须要让皮肤直接接触铁轨 才能让列车要经过时的电流 穿过身体 说穿了这其实就是免费电疗 当地民众声称 有人从不良渔行躺过铁轨后 剑步如飞 又有人成功治愈 十多年都治不好的痛风和糖尿病 真有这么神奇 外国记者也来亲自体验 最像怪医疗法在当地行之多年 不过在医疗技术发达的今天 竟然还有许多人声信如此偏方 让医师也直摇头 因为这样的做法是否有疗效根本没根据 但很危险倒是真的 只是当地警方怎么劝怎么抓 就是无法阻止民众握轨电疗的行为 令警方伤透脑筋 记者纵报导 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核武试报 苏联时期的沙皇炸弹影片 尘封了60年终于曝光 欧罗斯官方日前将这段画面公开 沙皇炸弹试报过后 出现了巨大的迅撞云 还有巨大的光亮 当时甚至造成了规模5的人工地震 远在挪威都看得到爆炸的闪光 一声爆破声伴随巨大火光 空中出现巨大迅撞云 瞬间充满烟雾 能见度降低 俄罗斯官方日前公布一段 尘封60年核爆画面 苏联1961年在北极圈 新地岛试报沙皇炸弹 沙皇炸弹看清人类史上规模 最大的核武试报 威力是广岛原子弹的3333倍 1950年代开始 美苏冷战达高峰期 1954年美国核试报 苏联倍感压力也不甘示弱 在1961年进行沙皇炸弹试报 沙皇炸弹重达26吨 长8公尺直径2.1公尺 体积重量威力都是史上最大 也出动十多人进行组装 试报前苏联当局通过铁路 将这枚炸弹运送到空军基地 再出动图95轰炸机 进行空中试报 轰炸机表面还特地涂上白色反光涂层 因为核试报会产生热辐射 白色涂层可以保护轰炸机 负责执行任务的机组人员 和地面指挥中心 全程紧盯过程 当时事报一度造成规模 五人工地震 巨大火光飞行员睁不开眼睛 失去方向感 甚至远至挪威都可以看见核爆闪光 尘封60年珍贵画面手曝光 也让外界看见核武强大威力 结束中综合报道